我 侯爷 你怎么这么好啊 你怎么这么好啊 没事 没事 我没事 侯爷 对 酒劲好像才刚刚上来 今日是简师傅的生辰 所以一不小心就多喝了两杯 你实属不应该与外人喝酒 你知道你是许家竹木吗 都是我思虑不住 那侯爷要是愿意陪我喝 我也愿意在家中喝的 好啊 我陪你喝 这里的酒 跟仙灵阁的酒比起来如何 自然是家里的酒好喝 那比起徐家 你更愿意在仙灵阁那里喝酒 对吧 没有 不是 我没有不喜欢徐家 我跟你说 我小时候在罗家 并不快乐 战战兢兢的 现在简师傅收我为徒 教我刺绣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 就老往仙灵都跑 我在那里可开心了 那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又轻松又自在 不过我认识地想了想 我现在是徐家主母 我得以徐家为主 如果家里人不喜欢 那我 那我就推出仙灵狗 从今往后 我会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家里 我 从来也没觉得你在仙灵阁 会疏忽我们徐家 会疏忽我们的徐家 我从来也没觉得你在仙灵阁 会疏忽我们徐家 我从来也没觉得你在仙灵阁 你可以继续做你想做的事 侯爷 你怎么这么好啊 你怎么这么好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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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上次死成了你 我很后悔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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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的事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谁呢 你总是这般小心翼翼地对待我 甚至不惜退出仙灵阁 究竟是在乎我 还是仅仅因为心存愧疚的 我其实是想要的 是否不必能缺取采的 我但是从来也没觉得 这种事 因为你不是故意的 我一直在这种事 是想要的 我不是故意的 就是这种事 我又在这种事 我真的不想要的 我也是想要的 我就是想要的 我就是想要的 你不是故意的 走 走 昨日我喝醉了 多谢侯爷照顾 无妨 往后 你若是想喝酒 尽快找我 我陪你喝 那我叫他们准备早膳 侯爷夫人 古珀有事求见 怎么了 夫人 刚刚楼家传来消息 大太太病危了